其实这种做法背后多加一些公式还蛮普遍的 所以其实如果说你不希望让人家知道里面有放公式的话 还有怎么做呢 就是把这些公式全部都隐藏起来 不要让人家知道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针对能够输入的 其实能输入只有B跟D还有F 这三篮是能够动的 其他都不能动 所以其实一般我们的做法 还需要什么 就是先干脆把它保护起来 那保护可以区分成两种 一种是什么保护资料 一种是保护里面的公式 如果你不希望人家知道说你背后其实有做一些 那个什么预先输入的动作的话 那一般会先把它全选 按右键出称个格式 先做什么呢 出称个格式里面有个保护 从这边切过来有个保护 那预设是怎么样呢 预设是先把里面的那个预设是全部都有锁定 然后没有隐藏 那我们应该什么呢 等于是全部都 第一个全部都锁定 先确定一下 全部都锁定 然后呢第二个的话呢 先把什么 再把B C 可以输入B栏 D栏 F栏 这三栏做什么 按右键 出称个格式 保护部分怎么样 把这两栏的那个 这三栏的锁定把它打勾取消 因为这三栏我不保护嘛 然后 按确定 等一下 先取消一下 1 先全选 先确定一件事 出称个格式里面 全部都有保护 它有全部的隐藏 因为刚刚漏掉这个动作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不希望让人家知道说 你里面有放公式的话 如果你预先已经放了嘛 那你可能想说 人家自动会带东西出来 但是怎么出来的 你不要让人家知道的话 那你可以把公式 这个隐藏是指的是公式隐藏 第二个的话 再把 B D F 按右键 出称个格式怎么样 把这个 不要锁定 不锁定 隐不隐藏 这可能看你自己的 里面好像也没什么东西 干脆也不要隐藏 按确定 好 也就是说呢 其他都要锁定跟隐藏 只有这三栏 不要锁定 也不要隐藏 因为主要是 这三栏可以动 其他不能动 那这样的好处是 以后呢 使用者也不能乱动东西了 那这样的话 对于你将来 在取得资料 一定会比较顺利一点 因为不然的话 有些人都乱输入 造成日后的更多的麻烦 OK 按确定 好 可是问题 现在还没有隐藏 也没有保护 你要先 你要最后再到哪里呢 再到教育 里面的一个什么 保护工作表 有没有 这个地方 先 设定好之后 再到教育里面的保护工作表 记得哦 把它输入一个密码 然后呢 它就会帮我怎么样 把这个保护给加上去了 OK 然后 试一下哦 理论上你会发现 刚刚这边有公式 预先有输入 你会发现现在 没办法输入 而且也没办法变更 我可不可以自己打 不行 不能打 也不能够 那个就是 输入任何东西 也不能看到里面的公式 所以保护了 那再来向下选一个 他一样还是可以帮你填 但是填进去 你还是看不到他怎么做的 所以以后如果你希望 那个做到那个天衣无缝的话 其实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刚刚的公式配合什么 配合保护工作表 当然呢 有一些人比较聪明 他就是希望说 把你这个破解掉 其实要破解掉很简单 就是直接怎么样 到那个教育里面 取消工作表 不过因为我有加密码 所以他如果不知道密码的话 他其实是无法去把它打开的 除非说他对方知道密码的话 才有办法 除非是你自己 按确定 这个时候呢 他才恢复正常 你又可以去做后续的变更 不然的话请记得 一定要把它加一个密码 因为有些人可能 直接按确定 没有密码的话 那当然呢 如果人家直接按取消 就取消掉了 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好 第一个 取消保护 OK 那当然 再来的话呢 我们刚刚讲到 这个里面呢 我把它取消一下 这里面的话 基本上呢 还是有公式 可是第二个 如果我希望怎么样 我将来不要公式的话 直接选一下 自动帮我怎么样 把公式丢到这边 跟丢到这边的话 那要怎么做 这里可能会牵涉到一个问题 就是你要判断什么 判断你这个工作表里面 的B栏 假如有变动的话 才去做处理 其他栏一律都不处理 这个是一个事件的叙述 可是问题 你要怎么样 把刚刚讲的这个事件 把它变成程式 接下来记得 点击开发人员 这个地方 可能就需要用到VBA 帮我们完成 OK VBA的第二个 特别叫Visual Basic 那我刚刚的叙述一 就是当这个工作 当这个工作表 哪个工作表呢 就是原始资料二 因为你的名称 可能不一定跟我一样 所以第一个 请特别注意 它这个VBA的程式 撰写位置 跟以前我们怎么 写一个sub写一个function 不一样 因为这里会牵涉到什么 牵涉到事件 事件的话 英文叫event event意思就是说 当什么状况发生的时候 我们去做什么样的处置 所以会有个因 有个果 有没有 event就是一个因 这个果就是你要去写的东西 OK 一个因一个果 OK 那怎么做 首先1 那我们一样会找到什么 找到物件 物件的话 特别注意 如果你这边有一个工作表的话 它会自动帮你产生一个工作表物件 所以记得写的位置不要写错 哪一个工作表 你就要选哪一个 点两下 第二个的话 就是这个工作表 它怎么样 它里面的资料有change的话 预设是selection change 请你把事件改成change 然后把selection change 这个事件的这两行删掉 因为不需要 特别注意 它如果有改变的话 它会用 这个 这个 什么呢 这个叫做引述物件告诉你 可是问题 我只需要知道 是第二栏变动 其他栏都不管的话 那你可以做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什么呢 如果那个target 点了吗 蓝喔 蓝的话就colon C-O-L 你有没有发现 colon意思就是说呢 变动的那一蓝 它会告诉你哪一蓝 如果等于2的话 我们才去做 处置 如果没有的话呢 那就直接跳过就不处置 那这边的话我可以做一个筛选 if 如果是第二栏才会处理 如果不是的话呢 那就什么 跳离了 就什么事都没发生 那可是第二栏 那我要先知道什么 再来 所以如果想要知道变动的那一栏 就target点 colon 如果想要知道变动的那一列的话 就target点 roll ok 那如果想要知道那个变动里面的资料 就target点 value 你可以透过那个里面的属性 去知道他到底哪一些变动 那接下来的话 如果第二栏的话 那我要怎么做呢 基本上就是要输出资料 输出什么资料呢 输出公式到跟他一样的那个 那一个什么 A栏跟C栏里面 所以跟他同一样的那一个储存格 那怎么叙述 特别是以前我们是用I列 不过现在跟他同一列是target 点肉 他点肉的话 指的是跟变动的那一个储存格 他同一列 豆点哪一栏呢 A栏 里面放什么东西呢 等于 就是动态丢公式进来 动态丢公式 实际上你可以怎么样 在这边吧 我们随便复制一个 你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然后呢 给他取消一下记得按取消 意思就是说呢 当他变动的时候呢 就动态帮我把这个公式丢到 指定的储存格里面 不过特别是有这边 你要丢这个公式之前 请注意两件事 跟之前讲讲过的一样 一的话 我先找那个 找一个东西来来取代 记事本 因为这个这个记事本 附属用程式 找一下记事本 那我之前讲过了 如果你要丢公式到储存格里面 你可能要先做第一件事 请你把什么呢 如果有双引号的话 请你怎么样呢 把这个双引号变成几个呢 一个变成两个 作为区格 就是两个是在里面 一个是外面的 OK 那所以把它全部取代 好 这样子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说呢 请你把什么呢 把这个24 因为将来这个24的位置 有没有 一定不是现在我们复制的公式 而会是什么呢 而会是这个 叫什么 target and roll 所以你将来怎么样 需要把24这个位置 放一个target and roll OK 那我先怎么做 一先把它取代 好 我们先取代比较简单 然后贴到这一个双引号的里面 第一步完成 第二步的话呢 把这个24怎么样 放一个什么呢 target and roll进来 哎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放target and roll的话 一 把它先切开 双引号双引号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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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全新 刚按到了 有没有 然后呢 中间放个什么呢 target and roll end的前后要加空白 然后呢 再把什么 再把这个target and roll 有没有 复制 贴上 Ctrl键按住 这样就可以了 好 完成第一步了 应该看得懂我在做什么 只是说你可能要微解了 不用死倍了 因为其实主要是什么 如果当他是第二栏的话 所以其他栏就不会管 他会帮我怎么样 把这个公式 直接就丢到我们同一列的A栏里面的这个这个里面 好 所以我们来试做看看哦 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我现在向下拉 那我第一个把底下的这个 以这个所有的公式delete掉 我现在已经delete的掉没有了哦 那这边也delete的掉了 这边也delete的掉 好 没有了 那我来试一下 刚刚理论上应该不会丢嘛 现在试试看哦 你会发现自动丢了 有没有 而且哦 他会把公式丢 那意思说 当变动的是第二栏 特别说不是B栏 其实他叙述一定是数字哦 第二栏的话 他会动态的把刚刚的公式 帮你丢到这个储存格里面来 那因为呢 他现在的列是25列 所以呢 他这边也会放一个25在这里 所以那个逻辑是这样 那同样的方法呢 旁边也要做 所以这边也要做 所以我可以拿这个来改 这个也可以复制一下 然后把它取消 那我们一样哦 用记事本 所以记事本还蛮好用的 你可以这个 这个把它盖掉了 就是一样哦 里面如果有双引号的话 变两个 我好像 这比较少 这个我取代一下好了 取代 变四个 有时候 或者你如果双引号数量不多啦 你自己打一下也可以 然后一一样的怎么样呢 在我们的VBA里面 那把这一个怎么样 Ctrl C Enter一下 Ctrl V 用这个来改 应该改 知道改哪里吧 E 因为我们要丢哪里呢 丢C栏 所以呢 同一列的C栏 丢什么呢 丢刚刚的公式 所以可以把刚刚的公式 把它取代掉之后 把它贴上 贴上 然后呢 贴上之后的话呢 不是这个 应该是这个 这个 把这个复制哦 然后贴到哪里 贴到这里 贴上 OK 然后再来怎么样 把那个24的地方 不过这个有两个哦 只要是列号的话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Tag.2 其实比较聪明的做法是 从上面这边 双引号的头 到双引号的尾 复制一下 把它贴上那个24的地方 把它贴到24的地方 基本上呢就做完了 我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啦 不过这个还蛮重要的 因为如果贴错的话 结果就会是错误的 意思就是说呢 这个24是固定的 可是我不可能固定的 一定会随着什么 他现在在哪一个 哪一列呢 我怎么知道哪一列呢 就是用Tag.2 抓到他现在在哪一列 所以一样的方法 把它贴一下 好 好 那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了 就是 不过有时候如果你要看细节的话 你可以中断一下 中断一下 然后呢 我把它这边再点一下 玩具 好 这个时候呢 我有一个设一个中断点 那你会发现哦 Tag.2 现在为2 为什么是2呢 因为B缆啊 那因为他 他 Tag.2 Column 跟这样 Column 的话 他是用数字 他不是用文字哦 所以特别注意哦 那会进到里面 会 有没有 然后呢 自动帮我丢这个公式 到A缆的同一列的位置 所以你会发现25就丢过来了 再来的话呢 再来就是B缆 所以他会再来 C缆跟这样 C缆 再来就是自动 因为他只要有RUN一下 他就会自动再跑一下 好 最后把那个中断点拿掉 那就完成了 我应该可以看懂这个逻辑了 因为细节可能还蛮多的 如果你担心会做错的话 请各位自己再到那个云端上面 看一下 这边 其实我刚刚写的就是 这个 B缆的部分 当然后面还有一个是D缆的部分 是 还有哪一个呢 就是 后面还有这个 数量 自动带出这个 做法其实是一样 你可以写在一起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